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最近在媒體新聞上 發現到在中國國內 很多大城市和大地方 出現了很多寶寶仔 或者小朋友 全部湧到醫院裏面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原來就說 很多寶寶小朋友 患上了肺炎 肺炎 肺炎呢?當然 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遇到嬰兒裏面 出現了肺炎的症狀 家長當然會很擔心 要怎樣呢? 又怕著 又怕著 會不會又來 第幾波 還是上次新冠 會不會又來另一波 病毒性的傳染 什麼事 專家就出來說 其實因為早幾年 疫情期間 每個人都很多時候 例如國內 或者怎樣 可能在身體的抵抗力 打了一些免疫針 或者是他們的活動量少了 而令到近年出生的小朋友 那些嬰兒的身體本身的抵抗力 都弱了很多 所以一旦有天氣轉變 那些事情 會很容易感染了 雙風感冒之後 很容易引起肺炎 這樣的情況 相信聽到我們 一向聽到我們的 《自然理髮與你》 這個節目的朋友 都知道 其實肺炎的主題 我們之前也不斷說過 但既然現在的情況 好像又有 令家長有些緊張的時候 不如袁先生 你幫我們的聽眾 又再一次重溫一下 或者有些簡單的療劑 可以令我們的觀眾 或者聽眾 立即準備在這裡 以及會否有些 預防的方法 可以教導給他們 讓他們安心一些 不需要太擔心 有時來到第幾波 禁止活動 是不是 OK 可能大家在網上 或者在媒介 也有聽到 因為早期的武漢新冠 最初有些非典型的肺炎 有些案件出現 接著就變成他們認為 有特別的病毒 就是COVID 痛路療法有一個好處 就是 痛路療法的療劑 完全是不會受 什麽病毒 什麽細菌引發的病的影響 其實沒什麽所謂 但在醫學上 在西醫 如果是細菌性的感染 很多抗生素 仍然有效 但很可惜 現在很多非典型 其實很多是病毒性 病毒性引發的肺炎 原始的傳統抗生素 是沒有什麽效果的 當然企業用的新的 但始終效果是一般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 如果懂得用和療法 那些病毒性引發的肺炎 就不會受阻於非典型 或典型 這次我們聽到的資料 主要是十元仔 嬰兒、小孩 医院都失本了人 在同學療法來說 如果遇到小孩的療劑 通常有兩種很简单的療劑 大家要記住 第一種是烏頭 烏頭是第一階段 突然發現小孩突然高消 可能是冬天 天氣特別冬一冬 尖寒 瘦寒後出現高消 尾腎肺炎 表面看得出烏頭是第一次 通常如果烏頭未搞定 真的有些肺炎的症狀 第二種療劑就是淋 基本可以這樣說 這兩種療劑就可以有機會搞定 但當然這是一個病人 如果沒有經過其他療劑就搞過 但很多時候很可惜 我們遇到的病人 通常都不太單純 通常是企圖被抗生素搞過 不成功才搞過 這樣就會麻煩很多 但我們也有很多療劑 例如我們都會用 Penicillin 同學療法的抗生素 Penicillin Penicillin 和療法架的藥 不是一般西弱的Penicillin 或者Hepersol 是流化抗 Hepersol 也有幫助的 這些是比較急性用的 有時候遇到 棘手一些 好像試過幾個簡單的療劑不行呢 我們都會考慮其他肺炎的療劑 包括流化鈉 Natrum cell 比較深層 或者Sluia Sluia是側 這兩個都是一個整體性的配療劑 一般來說 如果你用療劑 在急性的時候 可能用得更密些 例如用鱗 或者Graphided石墨 200C比它更高些 你可能每兩個小時 可以這樣說 通常療劑是對的 病人的狀況 不是那麼複雜 沒有弄壞過的 在12小時 你會看到很明顯有改善 所以療劑的東西 你不怕才會用 因為很快要知道有沒有效果 昨天所講的就是Econite Forces 這兩種療劑 差不多是第一線用的療劑 除了之外 還有其他療劑 譬如Firm Force 輪化鐵 我們在同一個療法 可以這樣說 在第一階段 初期發生有少少少 如果症狀又不太明顯 有你沒有你 Firm Force 可以叫急救炎 另外療劑是Iodine 通常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肺炎 尤其是出現那些 可以叫做 酵喘的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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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聲的 通常聲音 咳得很厲害 然後呼吸 開始感覺到困難 感覺到肺炎 好像是擴張不到的 這個症狀 肺炎是擴張不到的 甚至乎痰 開始帶些血在那裡 這個可以用這個療劑 是Iodum 因為Iodum 可以這樣說 就算是美肌 美肌時的肺炎 都可以用得到的 除了這個療劑之外 其他就好像Brownia Brownia 也是早期用的 通常都是乾咳 令到咳得胸痛了 肋骨都痛了 很口乾 要用大量飲凍水 這個就是Brownia 白蛇根 這些在我們一般的 同一療法的療劑套裝 都會有這個療劑 例如Aconia Farm Force 烏頭和白蛇根 都是常有的療劑 另外一些 例如鹿化甲 Calimuriaticum 通常都是早期的 有些白利胎的症狀 通常會和鱗化鐵 Farm Force交替用的 如果他發現鼻涕或痰痰 尼泰有好像大黄 我就用流化甲 Calimuriaticum 我很似乎症狀是如何 如果发现肺炎 如果发现肺炎 包括影响肝 我叫Bilius 肝胆 胆性肺炎 通常的症狀 包括右肩甲骨下面 有一种尖弱刺痛 痰有很多痰声 和痰很难吐 有种压力压迫感 令到鼻液要不断动 跟肝有关系的肺炎 我们的疗剂就是 白屈塞素 其实疗剂很多 还有一个是Antimonium Tart Antimonium Tart 通常痰多得好像被痰浸了 所以同学疗法遇到这些症狀 最好要看清楚症状 根据症状是配疗剂 有时候有人问 平时有没有简单预防 通常都是这样 一般的日常生活 不要太辛苦 不要太硬 平时的维他命C 又便宜又安全工具 或者吃菇类的免疫菇 比如巴西蘑菇 乳油这些维他命A 增加菇卡系统的营养状 其实都可以简单去帮助 多休息 一般的新鲜空气 简单的简单运动 这都是一般正常的预防方法 不要大饮大食 不要暴食 因为肺炎的处理 最早在沙士期间 已经录了一些音碟 详细分析不同的疗剂 如何处理 大家有兴趣可以在陆创业 可以购买这些资讯 疗剂方面当然 有三百多只疗剂 大家可以适用的话 可以找到配备的 谢谢袁医生 刚才说过 在同力疗剂上 无论是哪一类肺炎 疗剂在能量层面上 帮大家处理那些问题 所以不受惑于 究竟是病毒性 或是世鬼性 而经过这两次大型的疫情 属于非典型肺炎 根本用的抗生素 没有效 要用到很高或很重的抗生素 我们想象中 我们的身体能否受得住呢 可能比抗生素的侵害更严重 比肺炎更严重 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 可以重温我们网上的资料 今次袁医生很简单 综合了有几种疗剂 给大家在旁一身 因为现在的天气又开始 冬季流感又来 所以很容易 如果一下子处理得不好 或者预防做得不好 出现这些流感肺炎 可以利用这些疗剂 可以帮助 所以疗剂一定要先在家里 只要配得好 便会很快便能够出现功效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